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个阅读是有一些比喻的意思 城市它有点像一本书一样 有很多内容 我们可以在这个阅读当中去了解这个城市本身的意义 这也是我们作为建筑学专业 作为城市规划专业 一个必须的基本功 因为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建筑 不论是规划还是设计 它的意义都跟现存的城市有关 唯有了解这个城市它的意义 才有可能设计出更加符合这个城市性格的建筑 也才能够为这个城市的发展的方向做出一个正确的规划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的目的 那么我们这个城市阅读呢 从整个这个课程上来说 它是一个跨学期的一个课 那么这个当中呢 我们今天对城市阅读课的基本的一些内容 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今天讲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城市与城市阅读 就是什么是城市 什么是城市阅读 第二个呢 是城市阅读的基本的内容 我们城市阅读主要是阅读它的什么 第三呢 是我们城市阅读的基本方法 怎么去读这个城市 今天主要是讲这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 城市与城市阅读 我们要阅读城市 首先就是要明白城市是什么 我们知道 这个大家都生活在城市里面 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对城市有理解 每一个人都对城市的生活有体会 但是真是要问什么是城市 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一定能够讲得明白 那么当然 什么是城市问题解决以后 我们才要讲什么是阅读城市 那城市毕竟不是一本书 它不是文字 它的很多内容需要我们专门的去理解 当然我们还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阅读我们的城市 那么这个三个部分构成了我们今天 这一讲的第一个内容 首先我们讲什么是城市 实际上城市定义很多 大家去找百科全书 去找网上的搜索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城市定义 但是我们总发现 每一种城市定义 其实都很难全面地概括城市的全部含义 首先我们说城市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城市它的历史 从现在看来 我们从目前的历史的研究 考古的研究 我们最多只能追溯到几千年 我们知道我们人类产生 已经远远超过这个世界 也就是说在人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早期 它的文明进步过程当中 是没有城市 城市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逐渐逐渐形成的 所以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成果 是人造物 那么城市当然我们知道 跟其他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所需要的那个空间 很明显地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生活在乡村 不一定生活在城市 那么乡村也是我们生活和生产活动的空间 那为什么我们把一部分的生产生活空间 叫做城市呢 它一定有一些它特殊的属性 当然我们现在按照比较权威的 或者比较有共论的这么一个城市定义 就是说城市它是定居着较多的 非农业人口的人类聚居的空间 这样一来呢 它的这个属性就明显地点出来了 就是这个城市 它是集聚着 以非农业生产方式为主要的人口 如果农民集聚的地方 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这样一个空间 我们不叫它城市 所以这个是目前在学术上 一般比较权威的一个定义 但这个定义也不全面 因为城市的内涵 城市的内容 其实远远大于这一句话 我们还可以看到 城市它不是自然形成的 它是人工的 是人类为自己 为自己建造的一个 生产和生活的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城市都是人工的 所以回到我们前面讲的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成果 它是人自己做的 同时呢 城市它有很强的急剧效应 我们知道一般的乡村 它同样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 它也是人自己 给自己建造的一个生活 生产的空间 为什么我们不把乡村叫做城市 小村庄我们也不叫做城市 那是因为城市有一定的规模 城市它是一定地域范围内 人类活动 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活动 它是一个中心 它如果不是这样一个 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呢 它也构不上一个城市 当然这个中心有多大的规模才是呢 其实又是模糊的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非学术的定义 比如说我们说 多少人以上的人口的城市 我们就算城市 不到多少人口 我们就不算到城市 或者超过多少人口 我们就说是中等城市 或者大型城市 但其实这些定义 本身都没有严格的科学依据 有的时候 人口很少的地方 它已经具备了城市的属性 有的时候 人口很少的地方 我们又不称之为城市 所以城市 其实是很难很难 非常确切地定义的 但是呢 城市又有一些 共通的属性 使得我们 根本用不着 去追求 到底什么是城市 我们就可以 直接地反映出 我们自己的感觉 我们一到城市 我们就知道这是城市 不需要去做科学的鉴定 说这是城市 还是不是城市 所以它通过我们 自己的人类的经历 能够直接地感受到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城市的定义又很简单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虽然说不出来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那么当然 我们阅读城市 就是阅读这样一个对象 就是阅读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今天 在我们快速的城市化时代 阅读城市 变得更加意义重大 尽管城市至今 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在这几千年当中 城市文明 给我们人类文明 集电了大量的 丰富多彩的 历史文化遗产 我们有很多历史文化遗产 都是完整的城市 或者局部的城市 但是呢 几千年以来 人类的城市生活 在人类的 总的人口里面 只是跟一小部分人相关 全人类人口 城市人口是很少数 可是到今天 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 已经进入了一个 全面城市化时代 到现在为止 不论是全世界 还是全中国 我们的城市人口 都超过了50%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人类人口的 一半以上 已经是以城市 作为他们生产 和生活的地方 进入城市了 再深入一步讲 就是我们人类的文明活动 更多的 以城市的方式 表达出来了 所以城市的意义 比过去几千年 都要大得多 而且 今天看来 随着我们人类的 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 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城市化的进程 还在不断的往前 很多西方八大国家 城市化的程度 已经到了70% 80% 90%甚至 我们中国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 还会以一个 相当快的速度 继续进入 这个城市化的进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 不断往前 城市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 城市这样一种特殊的 生产生活的空间形态 对于我们人类文明来说 就具备了更大的意义 我们阅读城市 也就更有意义 其实 不同的视角下 有不同的城市阅读的方法 也会阅读出 城市的不同的含义 有多少人 就有多少种 阅读城市的方法 也会在阅读城市过程当中 得出多少种 不同的结论 但我们今天 讲的城市阅读 是针对我们这样一个 专业背景 来进行城市的阅读 不论是我们的 城乡规划专业 还是我们的建筑学专业 我们以后的工作 都跟这个城市的规划 城市里面的建筑物的设计 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的工作 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这个城市的空间 甚至于影响这个城市的 整体意义 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物 会改变整个城市的形象 乃至于整个城市的 文化意义 一个城市的规划 也更加符合这个城市需求的 一座建筑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从我们专业的背景来看 城市阅读 有它特殊的含义 那么我们今天 这个课程里面讲的 所谓的城市阅读 就是以建筑学的眼光 对城市的阅读 它是通过对城市各种信息 它的解读 以及城市的实地的体验 来理解我们城市空间形态的意义 城市阅读有很多很多内容 它有很多故事 这些故事 不同的人 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去阅读 但我们更加关注的是 城市的空间形态 物质形态 以及这个形态背后 它产生的原因 那么从中 理解这个城市 从而使得我们更加懂得 如何为这个城市 将来的发展 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那么 城市既然那么重要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从事 城市规划 城市设计 建筑设计的专业人士 都应该去理解它 去阅读它 这个不难理解 但是为什么 我们又把城市阅读 看成是一个 需要一门课程来 培养大家这样的能力 刚才讲的 只要你理解城市 阅读的意义 每个人都会去阅读它 每个人都是不是会理解它 为什么还要进行 专门的训练 那是因为 城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它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与复杂性 一般的 如果没有专业背景 进行一个很简单的 直觉的去理解它 可能很难去真正抓住城市 它的空间形态 之所以形成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样子 它的背后的深层的原因 一个城市是一个大系统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它很像一个生命体 它的所有的元素之间 要素之间 都有着相互的因果关系 这种复杂性 这种系统性 使得我们 如果不在整体上 去把握它的话 可能我们从城市当中的 那些体验 那些经验 那些一心半点的理解 可能不一定符合这个城市 真正的意义 甚至于会让我们误解这个城市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 比较系统的方法 去理解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 同时我们今天讲的城市阅读 指的是城市的空间形态的阅读 那么这个空间形态 具有很强的物质性和空间性 城市的空间形态 是有一座一座的建筑物 有许许多多的构组物物质形态 当然也包括我们人工 为它配置的自然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绿化 比如说很多城市的特有的景观 所有这一切 它具有很强的一个物质的显示性 它需要比较专业的建筑学的 景观学的 城乡规划学的基础知识 才能够理解这个空间形成的背景 和它的真正的含义 同时这里面的空间 很复杂 我们经常讲一个城市好或者不好 美或者不美 有人性或者没人性 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还是很枯燥 没有历史的内涵 这个当中很多方面是通过空间显示出来的 所以这种空间也需要专门的视角 需要很强的专业基础知识 但同时呢 我们知道城市是多样化的 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 有多少城市就有多少个城市的个性 正如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你在世界上很难找到 或者说根本就找不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 也不可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城市 所有的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性 因此城市需要一个一个去阅读 你理解了一个城市 不见得就能理解另一个城市 所以每一次 当我们需要在这个城市工作 特别是以我们的专业 需要在这个城市进行设计工作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都需要重新的去阅读 去理解这个城市的独特性 也正是因为每一个城市所具备的独特性 才形成了我们城市整体的多样性 所以这个城市是很有魅力的地方 因为每一个城市都不一样 每一个城市你都能获得不同的经历 不同的感受 产生不同的感情 这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城市是人工的 是人为的一种空间形态 那么这个人为的空间形态 它是需要一定的人去做的 我们的城市规划 我们的城市设计 我们的建筑设计 都是试图对这个城市的空间形态 施加影响 我们每一个作品放在这个城市里面 都会为这个城市将来的空间形态 产生影响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规划和设计 但是这很有意思 这个城市它又不完全是 统一规划出来的 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 自发的 未经过规划设计的那些空间形态 当这个城市统一规划之后 它就会有很多很多自发的空间的力量 来形成那些细部的空间 甚至于建筑物 我们称之为城市的自组之性 这两者有着很强的辩证关系 当这个城市需要 没有统一规划的时候 这个城市很难有一个高效的 好的运行的系统 今天城市越来越复杂 城市功能越来越复杂 城市的经济产出 城市的经济能量 乃至于文化产出 文化能量都越来越大 脱离了一个科学的理性的规划 城市有可能会失控 有可能会降低它的工作的效率 有可能会使你们的人的生活的品质 变得很混乱 变得无法控制 以至于很糟糕 但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我们的城市当中 没有了这样一种自主之行为 没有这样一种自发的空间的创造力 那么这个城市就会变得枯燥无味 城市就会失去活力 所以这二者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辩证关系 我们看很多城市那些最有魅力的地方 不一定是那些在强力的规划的推动下 在我们有意识的统一的规划设计下 在我们的意志的干预下 而形成的那种空间 我们可能会有机会去规划这个城市 为这个城市设计一条路 为这个城市设计一座建筑 甚至一座纪念碑式的标志性建筑 从而让全世界都关注我们的作品 但是这个城市又不完全是由这一部分空间形态组成的 它有很多其他的未经统一规划 统一设计的那些东西 往往这一个部分的城市空间形态 更显示出这个城市的活力 我们到一个城市去看去旅游 或者我们自己生活在一个城市 我们可能对这个城市里面感到最有魅力的 最吸引我们的地方 恰恰是那些 不是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的 我们称之为这个是城市的有机性 城市里面有很多这样一种自发的 有机的空间 使得这个城市更具魅力 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得注意 当然城市阅读是个人的阅读 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城市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所以我们对一个城市的阅读 一定会带着我们的情感 那么这个情感同样的有集体的感知 和个人的体验两个不同的方面 而形成一对辩证的关系 一个城市的总体意义 实际上是被这个城市大多数市民 乃至于从外面来的游客 共同对它的认知 大家都认为上海很有魅力 北京很有魅力 或者巴黎很有魅力 大家心目当中一定有一个共同的感知 如果有一天 北京的天安门没有了 上海的外滩没有了 或者巴黎的海边铁塔被拆掉了 可能所有的人都不高兴 这是我们所有人对它的集体感知 但是每一个人呢 由于他在这个城市特殊的经历 他有和他个人的感知 别人感受不到的 带着他个人的感情 比如说他在某一个城市里面 遇到了他爱的人 两个人在一个咖啡馆里 喝了一杯咖啡 这个咖啡馆就变得非常有意义 那么这个时候就使得 你对这个城市体验 具有强烈的个性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当这个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在这里 有产生更加深的 更加强烈的个人感情的时候 这个城市也就对大多数人 更有吸引力 这个城市也就更有魅力 如果这个城市对于大多数人 都很难产生这种个人体验 当然这个城市的总体的魅力 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这也是一对非常好的 有趣的辩证关系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 需要我们从专业的角度 去理解这个城市 也需要我们从个人的感知 去感受这个城市 加在一起 可能才会形成一个 完整的城市阅读的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 会使得我们 更加理解这个城市的意义 也会使得我们更加懂得 如果我们有机会 去干预这个城市的时候 比如说去规划这个城市 去设计这个城市 或者在里面 做一个建筑物的时候 我们更加懂得 应该如何去做这个工作 不然的话 你做的工作 要么就可能 跟这个城市格格不入 要么甚至于 去中断了城市 本身既有的系统的 连续的历史文化 割断这个历史文化 从而破坏这个城市的 文化系统 所以这个城市阅读 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来说 显得非常有必要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 我们去阅读 阅读什么 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基本内容是什么 当然城市非常丰富多彩 有很多很多的方面 事实上是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 去把它完全概括出来 说城市有多少东西 可够我们阅读 一点都不夸张地说 任何一个城市 都值得任何一个人 去阅读一辈子 可能你还不见得能够 全部掌握 但这并不意味着 因为太难了 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 花一个时间 去对它进行琢磨 尤其是对于我们将来的工作 我们的专业工作 与这个城市 有直接相关的这样一个职业 因此我们有必要说 当我们对这个城市 进行阅读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入手 我们可以 从什么最基本的内容 不管你对这个城市 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也不管是你对这个城市 有多么特殊的个人的感受 有些东西 你要想全面完整地了解 这个城市 你是必须知道的 首先是这个城市的 历史文化特征 每一个城市 都有它不同的历史 世界上没有两个城市 有同样的一部历史 正是因为历史的不同 造成了今天这个城市 它不同于其他城市 独特的地方 因此我们只有理解 它的历史文化特征 才能够理解 这个城市的真正的含义 才能够懂得 我们如何去适应这个城市 当我们有力量 有机会 干预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干预它 使得我们的工作 能够更加符合 这个城市本来的历史脉络 而不是去破坏它 甚至于中断它 那么历史文化 对于一个城市来讲 非常丰富 城市有长有短 但不论长短 它都有它的历史文化 一个更悠久的城市 可能具有更加多的内容 等待人们去挖掘 但是一个历史 不太长久的城市 同样的 有着很丰富的 昨天 可供人们去阅读 去挖掘 所以城市的历史文化特征 跟这个城市的历史 长短无关 只要这个城市已经存在 它具有昨天 它就具有历史 它的历史文化特征 就已经开始形成 以后 它的继续的历史 会继续沿着 它已经有的 这个文化的脉络 向前发展 每一点历史的沉淀 都会为这个城市 将来的历史文化特点 注入一个特殊的意义 每一天的历史 每一个世界的发生 都会为以后 这个城市历史文化 留下重要的一笔 所以我们要理解 某一个城市 今天它所具有的特点 首先要研究 它的历史文化特征 这是我们城市阅读 第一个最重要的 阅读的内容 当然我们需要 找很多很多的资料 需要做很多很多的研究 去了解这个城市 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从而理解 它所具备的特殊的 历史文化特征 同时我们知道 城市它也是一个经济体 它是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 而逐渐形成的 作为经济体的城市 它具有很强的经济特征 同时因为城市是人口的 积蓄区 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 在很多文化背景下面 城市研究 城市规划 都属于社会科学的半筹 所以一个城市 它的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特征 也构成了这个城市 最主要的特征 比如说我们有工业城市 什么样的工业 我们有经济城市 以贸易为主的城市 经济不是太强 居住很舒服等等 所以不同的城市 它有不同的经济的特点 这些经济的特点 给这个城市 带来了很强的烙印 经济社会的特点的研究 使得我们可以更加理解 这个城市 为什么会如此走过来 它怎么会 具有过去几十年 几百年 甚至于几千年的发展轨迹 第三个方面 任何一个城市 都是在某一个具体的地理环境下 形成的一个生产和生活空间 这个地理的环境 随着地球上不同的地域不一样 所以全世界不可能有两个城市 处在同一个完全相同的 自然地理环境当中 每一个城市 都有它自己所处的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而这个自然地理环境 也对这个城市 今天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 起了非常决定性的作用 试想我们上海 如果不是临着黄埔江 那还会是上海吗 试想我们的杭州 如果不是临着西湖 它还是杭州吗 试想南京 边上如果没有紫荆山 没有长江 但还会是南京吗 不会 所以每一个城市 都会跟它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直接相关 之所以这个城市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它有什么样的自然地理环境 所以你要去理解它 一个热带的地域的一个城市 和一个寒冷的地区的城市 它的形态也会不一样 一个水边的城市 跟一个山脚下的城市 也肯定不一样 所以不同的自然地理形态 会决定了这个城市 很多很多的特点 这是第三个 我们需要阅读的内容 第四个我刚才讲 我们的城市是我们人工的 人自己给自己规划和设计 和建造形成的一个空间 因此它有很强的 不同于其他城市的 独特的空间形态 这个空间形态 我们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去理解 一个层次是宏观的层次 这个空间形态是有结构的 比如说在北京 它是一个方格网城市 以紫禁城为轴线 形成一个强烈对称的 非常规矩的 方格网市的一个城市 比如说上海 它是由外滩租界开始发展 所以这个城市会从东往西发展 它的东西结构 跟南北结构有很强的差别 因为我们上海 从南到北 分别为华界 英租界 法租界 和南式华界所隔离 所以这个城市在南北方向上面 当时不同的界 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隔阂 但是从东往西呢 却是形成了很强烈的发展脉络 所以你读上海的时候 你一定是顺着这个脉络去读 才理解它的结构 所以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结构 这是大的宏观上面 有的城市有轴线 有的城市没轴线 你到北京去 人家问路 人家只要跟你说 朝南走再朝西管就可以了 在上海这句话就不行了 因为没有 很少有这样南北的或者东西的 一直不转弯的路 当然还有更复杂的路 如果到了三层 你到重庆 那可能就更复杂 所以它有一个大的结构 同时呢这个城市的空间 不完全是大的结构决定的 它有很多建筑 很多街坊 很多街区 一个小的方格网 小的空间 小的街坊组成的 在北京 就有一个一个的胡同 胡同里面有一个一个的四条院 在上海 比如说在传统的居住区里面 它有一条条的 马路后面有一条条的 弄堂 弄堂里面有一个一个的 小的内部的空间 所以你进到弄堂的时候 感觉到那个城市的空间的特征 跟进到北京四合院 北京的胡同里面感受到的 城市空间特征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层面上 这个城市形成了很强烈的 独特的空间机理 实际上很少有两个城市 具有一模一样的空间机理 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孔 都不一样 城市的面孔 在很多方面 很大程度上 是通过它的空间机理 反映出来的 以至于这个城市 可能你不见得 很熟悉它的建筑 你甚至于说不出来 这条路的路名 和这个建筑的名称 但是如果你对这个城市的空间 有足够的感知的话 那么你会一眼就能看出 或者一语就能说出 这个城市的空间机理 它跟别人不一样 当然怎么不一样 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你第一次到上海 你第一次到北京 你第一次到广州 你没有时间 没有机会在飞机上看 打的结构 你一进去以后 就有机会 进入了某一个街巷 进入了某一个房间 或者进入某一个旅馆 我相信所有的人 都能感受到 这三个城市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里面 它的街道的宽窄 街道两边的建筑 街道的走向 都不一样 这就是城市的空间机理 所以当我们看 这个城市的 空间形态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 比较准确地 把握住这个城市的 总体的空间结构 也比较准确地 把握住这个城市的 空间机理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能够 对这个城市的空间形态 特点进行准确地描述 从而我们也能够 让我们知道 这个城市的空间形态的 特征是什么 当然当你有机会 去干预这个城市的时候 你会知道 我的这样一个行为 是符合这个城市的 总体空间结构呢 还是不符合 是破坏了原有的 城市空间机理呢 还是让这个城市空间机理 继续去生长 继续去延续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规划 都使得这个城市 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我们不希望 这个城市空间结构 因为我们的工作 不断地被破坏 以至于这个城市 都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 特有的城市空间结构 我们更不希望 这个城市的 那些细小的空间机理 因为我们的工作原因 不断地得到破坏 使得这个城市空间机理 不断地在消失当中 永远也不能形成 这个城市特有的 相对固化的 别人都能够从中 得到共同感受的 那样一种机理特征 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 能够尊重既有的结构 既有的机理 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知道 城市空间结构 和空间机理 也是要发展的 它会不断地往前发展 从而写下一页又一页 新的故事 所以这个是 又一个城市阅读的内容 第三个 毫无疑问 城市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形态 是里面的建筑物 一个城市如果没有建筑物 这个城市它的空间形态 我们就很难描述它了 我们也会 做一个城市规划的时候 会做一个 一比一百的 一比五百的 甚至于一比一万的模型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生活的任何一个城市 都跟我们做的模型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那个模型里面 所有的颜色都一样的 所有的建筑是没有特点的 而我们的真正的城市的 每一个建筑都不一样 都有特殊的历史 特殊的设计 特殊的形象 这些特殊的建筑 一个一个的建筑 加在一起 构成了这个城市的 总体形象 所以我们需要去懂得 去理解 这个城市里面那些建筑物 尤其是那些 对这个城市的历史 文化 空间形态 城市的空间机理 产生重要影响的建筑物 有很多建筑物 离开的这些建筑物 这个城市的空间意义 就失去很多很多 甚至于这个城市的文化意义 乃至于政治意义都会失去 比如说北京 天安门没有了 北京很多意义 都会大打折扣 上海有一天外滩拆掉了 那上海也就不像上海了 所以城市有很多 标志性的建筑 我们今天很多建筑师 喜欢在这个城市里面 设计一个标志性建筑 当然 城市里不可能 每一个建筑都是标志性的 每个建筑都是标志性 城市没有标志性 那么我们又希望 我们自己设计的 一个建筑物 在这个城市当中 有更强的历史文化意义 在将来的城市当中 成为一个标志物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一 你必须要理解这个城市 原来的特点是什么 原来有哪些标志性的建筑 将来你的建筑 有没有可能跟它平起平坐 第二 你也需要通过理解这个城市 那些有着很强的 历史文化的价值 在这个城市的空间形态当中 做出了很多积极贡献的一些建筑 在它的学习和理解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大部分其他建筑 都是构置空间特点的背景 我们将来自己的工作 也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城市的背景 做点贡献 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的建筑物应该做绿叶 什么情况下 我的建筑物应该做红花 那么它需要理解 这个城市既有的建筑 所以我们在城市阅读当中 对于城市的建筑阅读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第三个 我们要讲城市阅读的基本方法 很简单 这个城市我刚才讲 它的阅读是无穷无尽的 一辈子也读不完 那么首先 你需要对这个城市 已经有的前人的研究 已经有的所有的研究的成果 要收集 很多人对这个城市 已经很多研究了 有建筑的 有社会学的 有经济学的 有文化的 有感受的 甚至于旅游的 饮食的 购物的 各种各样的研究都有 那么你需要从别人的研究当中 去总结一些东西 所以去收集大量的资料 让你知道这个城市 不去 不看 你就可以在这个资料阅读当中 已经知道相当一部分了 所以我们说 一个好的城市阅读 就是你尽可能的 能够收集到 力所能及的 现有的研究资料 去解读它 一个城市 它的很多历史 需要我们挖掘 正如历史研究当中 需要大量的考古 挖掘一样 城市也是 有很多很多 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 具有空间形态意义的 具有经济意义的 很多的那些空间组成 被淹没在城市的 许许多多的 物质形态当中 需要我们去挖掘 当然我刚才讲 我们的城市阅读 绝对不是一个千篇一律的 说是它有个标准答案 每个人读出来的城市 结论都是一样的 它跟我们每一个人的 感受不一样 所以城市阅读 不仅取决于 现有的 客观的 资料的整理 还需要你 个人的 个体化的体验 所以城市体验 是城市阅读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我们城市设计领域里面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 学者 叫Kevin Lynch 长期以来一直在 这个美国的麻省理工 MIT教书 他写了一本书 叫城市的意象 这里面就教他的学生 当然也教了许许多多的 这本书的阅读者 如何去阅读一个城市 通过个人的体验 这种体验 不一定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 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但是呢 对于不同的人 他有一些相同的对象 比如说我们不管是谁 我们到北京都要去看天下门 到上海都要看到外滩 到杭州都要去西湖 都是一样的 所以一定这个城市当中 有一些重要的空间元素 这些元素 一旦你对它进行 有意识的考察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得出一些 相对更加客观的 阅读的结论 当然我刚才讲 每一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 每个人体验城市的方法 都可以不一样 那么Kevin Lynch就认为 这个有五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当你用从这个五个方面 去理解城市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城市的空间形态 你就把握了八九不离十了 当然它是一家之业 比如他认为这个城市的 一个一个空间节点很重要 城市边缘很重要 这个城市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很重要 等等 那么当然今天 我们可以在Kevin Lynch 这样一种研究的方法上面 可以寻找我们认为 更加合适的 更加能够体现这个城市空间 特点的那些要素 所以Kevin Lynch有五个要素 我们也可以遵循它的五个要素 我们也可以变成四个要素 或者变成八个要素 都没问题 当然 不论是历史资料的研读 客观 要素的 汲取 还是实地的 个体化的体验 最终它是需要放在一起进行解读的 否则我们的印象就会是零散的 杂乱的 我们阅读城市的结果 不是写一篇 表达感情的散文 当然散文的文学价值很高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城市规划 建筑设计的一个专业工作者 我们研究城市的目的 不是为了去写一篇散文 当然一余时间可以写散文 但是我们研究的目的更是为了得出一些结论 来帮助我们的专业工作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解读 这个城市之所以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 历史原因是什么 社会原因是什么 经济原因是什么 还有没有因为是我看的那个角度不一样 今天我在看城市的时候 我正好高兴 所以我看的特别阳光 明天我看的时候正好不高兴 失恋了 所以我看的就很暗淡 今天阳光明媚 我去看这个城市的 明天那边雾霾很多 我看另一个城市 可能感觉不一样 但是我们需要从那些 很直觉的感受当中 感情的这种影响当中 我们需要理性的走出来 去进行解读 进行解读 当然解读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就是城市比较 我们有的时候一下子 把握不住这个城市的特点 这个时候就需要 把不同的城市放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 把像类似的城市放在一起 我们认为差不多的放在一起 我刚才讲 所有的城市都不一样 当你把两个类似的城市 放在一起的时候 有意识去找他们的 相同点和不同点 这个时候你就会通过 相同点和不同点的分析 更加确切地把握 你今天想要阅读的 这个城市的特点 我们也可以把 不同的城市放在一起比较 城市因为有大城市 中城市小城市 不一样的 发展阶段也不一样 发达国家的城市 相对不发达的地方的城市 比较落后的城市 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很多特点也会体现出来 还有我们把不同的城市的 空间结构 空间基地放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一下子 很难概括 上海这个城市的空间结构 我们可以把另外北京放过来 当我们把北京的地图 跟上海地图放在一起的时候 一模了然发现这两个城市 空间结构不一样 这个时候可能你就更容易描述 上海这个城市的空间特点 所以城市比较 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阅读方法 当然这里面 当你对这个城市 更加人文的那一面 进行解读的时候 它的历史故事 它的很多很多的那种 人的情感的 人的这种文化的 艺术的这一方面的感受 去解读这个城市的时候 当然这个城市读起来 就更加的深奥 更加有趣 这时候你会发现 城市和城市之间 有太大的相似性 和太多的不同性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 写城市分析的书 写的非常的 这个有价值 比如说 把两个城市放在一起 双成绩 把几个城市放在一起 来看他们的不同 或者把几个城市放在一起 看他们的相同 等等 这都是帮助我们去理解 城市的重要的阅读方法 所以我们这个课呢 叫做城市阅读课 我们会有不同的老师 在不同的角度 去阅读一些不同的城市 在地球上有 许许多多 成千上万的城市 我们不可能 一个一个读过来 那我们在有限的 课堂空间里面呢 会选取一些 最有代表性的城市 进行阅读 比如说 从历史的纵向上来说 我们会选取 在古代 人类历史上 非常有名的城市 我们会找 近现代 对于今天的城市 有一些 直接能够看到影响的 那些 发展的 城市 近代城市 我们也可能 去寻找一些 刚刚出现的城市 它刚刚没有多少年 比如说上中国的深圳 这种城市 你更能够在它 比较短的时间里面 看出它的 一生当中的面貌 那么从横向上 地理分布上 我们也会去选取 西方国家的城市 欧洲的城市 美国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 当然还有亚洲的城市 我们也会 有意识选取 大城市 很大的 小城市 不太大的 小小的 所以会有意识选取 从不同的类型上 会选取一些 总而言之 是希望 使我们 在这个课堂的 阅读当中 能够尽可能地 接触到 不同类型的城市 但是今天 作为概论 我想总结一句 就是我们不可能 通过这个城市 阅读的课程 就对所有的城市 都理解了 但是它可以 给我们一个工具 使得我们 学会 城市阅读的方法 在我们一生的 专业工作当中 和我们 非专业工作当中 我们生活当中 都可以运用 这些方法 去试图理解 更多的城市 那么我也 愿意在这个课堂上面 断言 当你有机会 阅读更多的城市的时候 你就会对城市的意义 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和理解 你就更有资格 参与 对这个城市 它将来的发展 会有干预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规划活动 和设计活动 这个时候 你才有更大的把握说 我懂得 如何为这个城市 规划 为这个城市设计 为这个城市 造一座房子 我想这个是 我们这个课的 主要的意义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